民進黨的記者會寫了2021年 也寫了2024年 但2023年市府所有的財閥行政報告 一對一的輔導跟協助 還有帶他們去看監視器畫面等等 為什麼完全被漏題了呢 為什麼要故意去刪除 中間台北市政府有做事情的記錄呢 這不是明顯心虛或是搞不清楚狀況嗎 我們調閱出了所有在2023年對於此事 所有的關心的議員的清單裡面 除了我之外 民進黨只有洪婉禎一個人 所以現在出來指控的 不管是許淑華 或者是不斷抹黑的吳佩毅 他們在2023年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一聲不吭 但是現在講的比誰都義正此言 今天我們看到在民進黨裡面 最近還有好幾位過去擔任過議員 或是現任是議員的人 跑出來講說過去講萬安是如何的不作為 但是呢我們調閱出了 所有在2023年對於此事 所有的關心的議員的清單裡面 除了我之外 只有民進黨只有洪婉禎一個人 所以現在出來指控的不管是許淑華 他也跟我在同一個選區裡面 或者是不斷抹黑的吳佩毅 他們在2023年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一聲不吭 但是現在講的比誰都義正此言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 在112年的8月12號 我們就選在了新議區 也就是台北市議會的一樓的交易廳 來進行協調會 為什麼要進行協調會呢 是因為我們要讓家長能夠直接的跟市府的官員來對話 所以當天除了教育局的副局長之外 社會局也在現場 副右隊也在現場 我也找了我的律師來現場替大家做免費的法律諮詢服務問到寶 所以整個過程當中有非常多的家長來提問 然後詢問說 當時的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然後他們能夠做什麼 並且要求市府呢 要用最嚴厲的懲罰 所以可以看到這張圖上呢 中間這個是中間這個是我 然後呢 穿律師衣服的穿西裝的是律師 然後我的旁邊呢 是教育局的副局長 再來呢 社會局也在 最後另外一邊呢是副右隊 所以實際上面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在這場協調會之後 我們達到了幾個共識 第一台北市政府要用所有市府的行政財法裡面最嚴厲的方式來處理本案件 第二因為涉及隱私的關係 所以在調閱監視器的時候我們採取一對一我們採取一對一的方式 所以教育局立刻的進駐了幼兒園 這個案子教育局進駐幼兒園之後 我們由教育局打電話 逐一打電話給每一位幼兒園的家長 詢問他們的情況 並且呢我也聯繫了這個警察局的局長 因為當時很多的監視器 已經被檢調拿走了 但是呢我們拜託檢方通融 讓這個幼兒園的家長們 他們可以一個一個的去看這些調查監視器的記錄 確認自己的孩子 在過程當中有沒有受到侵犯 雖然有一些死角 沒有拍到不等於沒有 但是至少這樣子的一個舉動 能夠讓大家安心 所以這是我在協調會之後 所發給台北市的質詢記錄 裡面完完整整的記錄了 市府後續的處置 也包括他們有做行政調查 所以今天民進黨的記者會 他寫了一百一十 他寫了二零二一年 也寫了二零二四年 但二零二三年市府所有的財閥行政報告一對一的輔導跟協助 還有帶他們去看監視器畫面等等 還有停止解聘 關閉幼兒園以及這些人他終身不能再擔任教保員 等等的事實上為什麼完全被漏題了呢 為什麼要故意去刪除 中間台北市政府有做事情的紀錄呢 這不是明顯心虛或是搞不清楚狀況嗎 因為出面說明這件事情的人 他在當時 二零二三年的八月 根本不關心 根本沒有進行任何的質詢 書面質詢 連提問都沒有 現在才跑來這邊 想要藉由這件事情抹黑 詆毀 我覺得非常的不可取 在台北市能夠處理的最嚴格的罰則 都在二零二三年的時候已經完成了 那後續這個案子會到哪裡呢 是到檢察官這裡 是到法務部這裡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公文 其實我到了立法院以後 我還有持續在追蹤這個案子 這是在 113年4月12號的時候 我們行文 那關於受害者家屬的陳情書一案 我們來詢問說起訴以後 你們偵辦的如何 那最後呢 法務部的回函是說 該案其餘不法部分 人由台北地檢署偵辦中 所以因為 偵查不公開的關係 所以呢現在的調查進度 就是 有一陣沒陣 可能 檢方 告訴媒體 媒體在報導出來 但是對家長來說 對市府來說 我們去詢問 對立委來說 我們去詢問法務部的時候 都是偵查不公開 所以我在這裡要請教民進黨 當台北市的市長蔣萬安 他已經用了 行政手段裡面 地方自治最嚴格的方式 對於狼絲嚴懲的時候 請問法務部的調查 你到底要調查到什麼時候 才能把真相告訴大家 你民進黨這一群人 在批判的不就是偵查不公開的法務部嗎 不就是辦案效率太差的法務部嗎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北檢 法務部也應該負上很大的責任 這個案子並不是我們在2023年8月 追完 裁罰完 我們就不管了 一直到今年的4月我都還在追蹤 可是有結果嗎 有結論嗎 我們一直從新聞上面 片段的看到報導 但是事實的真相如何 調查的如何 法務部 沒有給我們一個明確的說明 這張公文就是最好的佐證 在最近 民進黨熱炒台北市 幼兒園的性侵事件裡面 他主要是在 111年7月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接獲通報 當時的市長是 柯文哲市長 那個時候呢 台北市教育局他們做了一些 行政調查 他們調閱了監視器 可是因為 他們從調閱監視器裡面 他們沒有 查到相關的證據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事實上呢 這個受害的家屬 也走了司法途徑 到 112年的6月 北檢在這個案子 做出了不起訴的處分 所以這個案子一直到 112年的6月 確實 在 之前的 這個 柯市府 他們做了行政調查 而且呢 北檢也做出不起訴的處分 確實 這個蔣市府當時沒有在接獲 任何新的通報 一直到 112年7月 也就是蔣萬安 他就任之後 第一次 又接獲通報 也就是 這家同樣的幼兒園 同樣的這個 教保員 又發生 同樣的事件 那麼蔣市府 第一次接獲通報之後 就開始 啟動了 包含 行政調查的程序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麼因為他又有新的案子 那這位教保員 他就被 被羈押而且被起訴 所以 蔣市府當時呢 就非常 這個快速的 也就是根據 相關的法規 必須在三個月之內 要做出處分 所以 112年7月 蔣市府第一次接獲通報 到112年的8月到9月之間 這個 蔣市府當時 做的一個 處分 包括 對於負責人 罰60萬 而且他終身不能夠擔任 教保服務機構的負責人 對於行為人 也就是這位狼師 也罰60萬 而且 終身不得擔任 教保服務人員 另外 對於發生這件事情的幼兒園 也立刻了廢止他的涉率許可 好所以 最近 民進黨一直在攻擊說 蔣萬安 他們接到通知之後 一年來通通沒有作為 這完全是 不實的指控 我們必須要講 這個是 絕對是不實的指控 我們今天把這個流程 跟大家報告 但是我們也承認 在這個過程裡面 確實有法令 未盡周全之事 確實有法令 未盡周全之事 所以呢 今天我們召開記者會 待會我們也會宣布 我們台北市幾位立委 我們會全力的來推動修法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盧會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盧會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盧會 還有大量的年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 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盧會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妳的KS 用TTS技術 FILL YOUR CARE